現在我們開始學習如何觀色和調色 以法師學習,發覺一件事 以法師給你的方法是沒有挖頭路的 不會進去又要出來沒有這回事 也沒有冤枉路 一條路就走到尾 所以他說如有一法直通裂盤乃新念著 他教你的東西已經齊了 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去探討直通裂盤 沒有挖頭路、沒有冤枉路 他在觀色和調色其實已經開始進入八正道 好,調的意思就是 正先我們調個身體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執著來的 只不過我們摘善而執 執著的意思是我們要執著這個七知作法 執著我們對比魯茲羅佛的尊敬 坐要坐得好 但是來到呼吸那裏,你的執著又不同了 那就是寫了 寫來的寫了 所以師傅解釋 甚麼是出家呢? 出家不是剃頭的 是兩回事來的 剃頭只不過是把你那個逐上 逐加上寫開它 真真正正的出家要寫來 你這個身體 寫來你的生死 所以要調是要記住這個寫字 怎樣去寫 我有一首詩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早幾年的時候 我喜歡寫大字 寫書做的 這首詩是由布代和尚 很出名的壽詩 布代和尚我們叫做大土佛 美立佛也不是佛 美立佛是美立菩薩 最多我們可以叫做美立菩薩的化身 那這首詩是很有意義的 很有意義的 你要由左讀過來 第一句 首把清央拆滿田 第二句是低頭便見水中天 第三句是六根清靜方為道 第四句是推步原來是向前 後面那句就是最重要 推步原來是向前 當你調色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放開它 你以為你放開它是退步 其實那句就是向前 那他當然說 一看你就明白 是布代和尚解釋 龍人耕田的時候擦秧 他擦秧的時候 他手把清秧擦滿田 擦秧的時候 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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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擦的 擦秧的人 他是低著頭望著田 田是水 水田 我們種米 你低著頭望著田 田有水 他反映到天出來給你看 擦秧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修行 他是六根清靜方為道 所謂八正道 其實最後都是說六根清靜 眼耳起口鼻身 這個你明白 但最後是義 怎樣義清靜呢 其實就是不去想 這個意思 受而不想 就是這個義根的清靜 這個義的清靜 最後他說 退步 原來 是向前 就是那些龍人耕 龍夫耕田的時候 是其實做一件很謙卑的一件事 他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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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觀色的時候 一個一個看 看著呼吸,逐個逐個看 這個就叫做手把清央插門田 田是你的福田 這個清央就是呼吸 農夫插呼吸,插清央的時候 他一個一個插,插了他就不想 還沒插他就不想 他只是想著現在 他怎樣把這個清央插下去 在這個時候你坐好 你回來這個座姿 記住這個是七肢做法 很快我們就檢查這個座姿 由腳到手到背脊到肩 到肩膀到額頭到下巴到眼到調理 然後我們看著這個呼吸 初初的時候你只是知就可以了 知止觀破射五個步驟 第一個是知 我知道我自己吸氣 知道我自己噴氣 當你知道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 你的助力等在肚臍 放鬆肚子 當你知道你自己噴氣的時候 你的助力由肚臍一路收縮 去到背後那個叫明門月 回來 吸氣的時候 放鬆肚子 然後助力在肚臍 跟著又收縮 那個助力永遠在肚臍 吸氣的時候向前 噴氣的時候向後 逐個逐個逐個看 手把青央擦滿田 慢慢看著這個呼吸 誰知道原來是體呼吸 誰知道原來是體呼吸 最後就去到體生滅 你能夠放開這個呼吸 它就是一個自然的生滅 當你看到這個生滅 你就去到裂盆經 諸法無常 是生滅 生滅滅 以植滅為樂 景緣體呼吸 你就可以看到 阿彌陀佛的直落 那個極樂世界 這個就是 低頭便見睡中天 六根清淨 六根清淨 放圍道 放開它 怎麼為之六根清淨 不是不去聽 突然間有人在旁邊 吵圈巴批 不要緊 景內心應 景去心流 這個就叫做清淨 眼耳口鼻舌身 都要清淨 放開這個呼吸 只是感覺這個呼吸 向前 向後 向前 向後 你越放開它 它就越清淨 這個就是跳 跳不是去做某件事 而是去放開它 放開它 這個呼吸 最後就來到這個推步 原來是向前 放開它就可以了 放開它的時候 你慢慢感覺到 原來吸氣 吸氣 和噴氣 和噴氣 有一個空間 噴氣 和吸氣 又有一個空間 好 我們坐一分鐘 什麼都不要想 什麼都不要想 只看著呼吸就可以了 手把清淨 擦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 推步 推步 原來是向前 我們坐一分鐘 好 好 打開雙眼 為什麼我說 師父教的方法 沒有挖頭腦 沒有冤枉腦 因為他一開始教 他就要你把蛛液 等在肚子裡 他不要你等在鼻子裡 甚至叫你不要等在鼻子裡 不要等在鼻子裡 有很多原因 他說得出口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太近腦了 你太近腦的時候 你不停去用那個腦 就算讓你看到呼吸 你都離不開這個想 離不開這個想 你就無可能直通裂判了 佛陀最後的 是滅壽想定 不去大腦 只是用脊椎 我們叫做釋壽想行 瘦是脊椎 想才去大腦 不要去想 不去想 你就沒有這個執著 不去想 就沒有這個幻想 幻覺 這個妄想 只是回來感受身體 感受這個呼吸 慢慢看這個呼吸 你看一下的時候 你慢慢放開這個呼吸 慢慢去感受呼吸 和呼吸之間的空間 所以教這個 安波念 安波那撒提 安波那撒提 其實它不是新念著 另外一個功夫 它是新念著其中一個功夫 雖然它是兩部經 兩部經是講完一道就講一道 佛陀講安波念的時候 是講完新念著才講這個 其實它是新念著的一部份 看著這個時候 最重要是看那個空間 那個就是念 安波就是吸氣 潘波那就是吸氣 沙提就是念 這個就是空間 你看到空間 你就看到生念 所以師父教子觀 坐的時候是靜態 是由子去觀的 但是子之前有個知 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你連自己知道 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你怎樣去指呢 所謂指就是如如不動的意思 將心等一個呼吸 不要走來走去 然後才慢慢觀察它 接著再來到的就是寫 放開它 讓它自己呼吸 不要參加這個呼吸 二零四年前的時候 六年前 師父第一次見師父的時候 他就講這句 放開你的呼吸 師父很厲害 那句說話告訴我 我聽聽的 好了 然後才去到破 破我真的未去到 我不懂為何解 師父也不解 你未去到 解你做什麼 但是你知道 所謂破 就是破這個新建 你已經是初過了 你去到破 你就去到初過了 但是未去到破之前 有兩樣要做的 第一 要看 要放開這個二蓋 二蓋就是一心 現在我們就要一心了